虽然说S-400防空导弹系统性能优越 但近期俄罗斯对外关系紧张 金兽上也是面临几大考验 然而就是在这一关键时期 有一个国家却仍然选择了S-400导弹系统 当然我国也是力挺俄罗斯这位老朋友 不过在我国近期一次S-400试验中 还透露出其他嫌疾 据相关媒体报道的消息称 前不久 土耳其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贷款协议 用于引进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 虽然土耳其方面在协议中要求俄罗斯 转让部分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技术 但对于俄罗斯来讲 无疑是血争送炭 作为俄罗斯老朋友的中国 也是为S-400导弹的宣传出了不少力 就在12月上旬 中国在境内一把场 进行了一次S-400导弹拦截试验 这次试验中 S-400发射了48N61导弹 成功拦截了飞行速度为8.8马赫的靶弹 对此 俄金市专家也指出 中国紫碎试验无疑也是S-400最好的广告 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S-400身上的时候 其实在紫碎试验中 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 这个飞行速度为8.8马赫的超音速靶弹 实际上 首先美国由于受到一些国际条约的限制 所以才利用靶弹的幌子 来发展中程弹道导弹 超音速靶弹也就包括其中 然而 美国近期退出条约后 这个超音速靶弹就摇身一变 成为高超音速反线导弹 也就意味着我国同样可以将超音速靶弹 升级为高超音速反线导弹 却飞行速度甚至能让某些大国处于尴尬 这个大国就是俄罗斯 国方曾有一款叫高10的高超音速反线导弹 4年前就开始了测试 不过从目前数据来看 其最高速度也只有8马赫 这与我国靶弹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以军事专家表示 中国这款靶弹一旦升级为高超音速反线导弹 那么这对于美国的反导系统来说 简直是一场灾难 也有网友表示 美国此举可能又是在故意示弱 来争取更多的军费 不过无论怎么说 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发展 确实是有目共睹的 顺便一说 亚洲某个小国花了七年时间 研制了一款射程 仅有20公里的现在防空导弹 缆解速度仅为两马赫 甚至一度成为网友调侃的笑料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